近日,廣東省文化和旅遊廳公示了 關於地史推薦的第二批全國鄉村旅遊重點村被選村名單 我市水部鎮草平村和可宴鎮風村名列其中,來看看 在地方推薦的第二批全國鄉村旅遊重點村被選村名單中 共有42條村入選 其中,江門地區4條 分別為開平市唐口鎮強鴨村 新匯區岩門鎮京梅村 台山市水部鎮草平村和台山市海縣鎮五峰村 位於我市水部鎮長塘村的草平村 立於青稻光年間 距今已有160多年 村內至今仍完整保留住立村時的石碑、宮池和學校 草平村喬香文化濃厚 通過引入文旅策劃公司 首開村民股粉濟鮮河 推進草平村活化改造項目 目前已完成環境打造、旅遊廁所、草平小學改造 咖啡學校、草平廣場 部分古屋外立面修復和量化工程等 按照規劃 草平村將被打造成台山乃至江門鄉村民旅項目的示範標竿 五峰村是海燕鎮下的幾個行政村 是一個看得見山、看得見海、記得住鄉愁的地方 五峰村只有1.9平方公里 有小小聯合國之稱 這條建於1962年的村莊 居住了東南亞13個國家和地區的龜橋 在五峰村你可以享受到原汁原味的東南亞文化風情 品嘗到別具一格的東南亞美食 還可以購買到稱心如意的各國民族服飾和工藝品水果 目前草平村和五峰村已經成為名副其實的網紅打卡點 每日前往遊客樂役不絕